打花前练声了 啊 啊 不要练声 大家好我是清清老师 我们在前面几个部分 讲到了 气息 高位置 打开喉头 今天清清老师 要用歌曲 更加形象 更加有内容的 作为 对大家的展示 来自我们前面 几个方法的总结 那就看看我周围的环境 今天清清老师给大家 一个不同一般的感受 和清清老师一起来到 这个山清水秀 山黄抱 水环绕的地方 你们的眼睛现在看到的 是不是 一片绿 很多石头 这感觉不一样吧 清清老师曾经说过 唱歌就要像说话一样的歌唱 当然 这个要建立在科学的 发声状态之上 这样你唱出来的歌 就好听了 好 那么下面清清老师的更加完整的歌曲展示 请大家欣赏 鸟 鸟飞过了 现在这个风景优美 从高处往下看 太舒服了 我吃17克就是 要从高处往下看的感觉 来高歌一曲 高处往下看 我在讲气息 高位置的时候 我是不是说到了 高位置 高处往下看 好 要打哈欠了 打哈欠打开喉头 好 大家看过是什么 打开喉头 好 大家看过是什么 打开喉头 我的哈欠打完了 看到没有 大家看看我在唱 打哈欠 把身体充飞的梳掌开 嗯 我要叹气了 大家看我怎么叹 我爱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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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春天红不凉凉 我爱你秋日金黄的宿布 我爱你春天红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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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盼到哪里 盼到哪里 好 那么下面 高位置 高位置 打哈欠 高位置 火不飘 哦 我要把最美的青春献给 我的母亲 我的祖 我的祖 我 太舒服了 这样的一个 这么风靡又美的地方 不常是什么感觉呢 大家来试一试吧 大家和清清老师 一起来感受 这个 站在这个山顶上 来歌唱的感觉 是什么样的 我们在前面视频里 已经讲过了 气息是怎么探的 一个字一个字探 探到哪里探到哪里 高位置是怎么集中的 哼鸣 像牛叫 或者 那个恐怖片 等等模仿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你们去看看 然后结合起来 好 那么 我们还有一个 就是猴头 猴头怎么打开 那么我也是 已经做了充分的展示 歌唱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它只不过是说 在我们演唱的时候 一定要具备 就是你要深情的歌唱 还有 咬字要清晰 你的咬字清晰 每个字都说清楚 还有深情的 还有科学在你的 还有建立在你的科学的 发声基础上 那么你所唱的歌就 会非常好听了 以后清晰老师 会把民主唱法 通俗唱法 都做一个完整的展示 好 那么 这次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要记得 天天进来看清晰老师 记得点赞 转发 关注 评论 收场 拜拜